勾牙格勒 哇!我Token起手,讚! 應該只有差T到走這個地補師 就是E400前面,其他應該都沒差 甲板贏,海上無賴跟也有差 這我們就點小的了吧 甲板吧 這有個三合一 Core Story吧 這給冰 哇!他生了!等一下 野豬人,所以是1、2或3、1 或4、2 他看起來像個 1、2 好像都有可能 3、1,3、1其實真的要擺前面 我推一滴 又一場勝利 我們要玩點聲嗎? 還是要早點聲 可以先來神啦 先來神其實是OK的 T3滿版面 呵呵呵呵 7、3滿版面 等一下他應該點這一隻嗎? 差別喔 讚讚 又一場勝利 你是名副其實的英雄 太深了 其實我在想要不要冰這一隊配 下輪會幹嘛? 如果我下一輪 如果冰 冰這個的話 哇 問題是我下輪一定要賣一張牌 我下輪一定要賣一張牌 所以我應該會點這一張啊 因為這張是不是 我最理想是賣到這個依依貓 可是我賣不到這個依依貓 所以我一定要先賣一張牌才能賣這張依依貓 所以我先賣這一張 然後我會有8塊 7塊升級 我先點這一張啊 我先點這一張 7滴 有可能會有大魚 大魚三合一或是 這個三合一 都沒有 蒂普斯 6塊錢升星 我應該賣這一隊配囉 極咒 極咒 限時主宰 看這草憨 極咒囉 極咒嗎 還是限時主宰 限時主宰 東西不大對 東西都不大對 OMG 爆開 OK 這要怎麼辦啊 我可以點限時主宰啊 就讓他打工就好啊 我應該想要繼續點一星卡就是 元素 OK 發現魚 發現魚 撞騎 這邊還有一隻撞騎 再買這個撞騎 配喔 呵呵呵呵 我們留下這個,因為 理論上這個陣我們要拿的是旋風 第一個要站的是旋風 這也算是回穩了啦 看有沒有旋風 沒有 三合一了 第二個主宰 這局有救耶 What the hell 這局有救了 What the hell OK 這局有救 有點憨 不過這局有救 超憨 等一下 等一下,對面喬治 可是我第一個還是一定要擺元素 超憨的版面 我還蠻健康的 巧思才點兩張盾而已 沒有,這張盾 這張盾是點的嗎 不是 他只點了一張盾而已 我們可以上五的其實 這張很好 我其實想點一個異星出來 可是點不出異星 食屍鬼 食屍鬼 這個 賣掉 可以給兩個 寶石貼元素 也會Buff限時主宰 所以基本上我們Buff會是這個 升上去我們可以來找 來找這個三合一 或這個三合一 或是糯米 OK OK 我們需要聖盾元素 發現魚 三星 三星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這個其實可以考慮 聖盾元素 我們只有兩個種族 我們只有兩個種族 哇 怨靈 我應該要拿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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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悅靈 還是蠻厲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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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场胜利 你是名副其实的英雄 看起来要走这一只喔 三合一啊 这三合一也不知道该不该 该不该拿 美克斯拿 三合一 元素 再拿两个元素而已嘛 超安 OK 等一下要破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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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 讚 OK 這張要走啊 我們要找這個重生 或這個三合一 太晚了 重生 OK這張走或是這張走 元素 嘻嘻嘻 還是這張走啊好像這張走 這樣比較小其實 我們會點一張4 想辦法碰這個 沒有碰到 再拿一張毒吧 這個不知道夠不夠大 夠大啊 哇吃他兩張 爽 吃他三張 呵呵呵 彩繪 元素仔 又是一個元素仔 來 再點這張喔 呵呵呵 5 這張還是很好 趕快來啊 三合一 三合一 喔毒回來了 更多毒 可以氣這個了嗎 我們可以先看一輪 先看一輪吧 先看一輪吧 這張也可以走 我們要 小黃了 這竟然沒有碰下來 有點可惜 他獨擺他在後面 他死了 讚 後面DPS都保護得很好 海盜喔 6海盜 呵呵 這可以走了對不對 呃我們要再找一個重生給他 這張太晚了 發現魚 發現魚 點三星 我們現在三星沒有目標 小黃 小黃 嘲諷 沒有死王之身沒有小黃 嗯 他會不會有燒啊 他應該是大海盜啦 所以這張有可能也沒用 所以這張有可能也沒用 這什麼鬼 呵呵呵 這是什麼鬼 啊我們吃雞了 嗯我們吃雞了 呵呵呵 輕鬆吃雞啊 呵呵呵 輕鬆嗎 呵呵呵 還蠻輕鬆的 呵呵呵 主宰有碰起來很好啊 然後這也有碰起來 呵呵呵 7600喔 好像握金 打兩人醬喔 喔 我們後面 後面點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要點四星 點五星讓這個合起來了 可是拿到小黃其實也會以為尷尬 就如果這個在的話 因為 小黃不能擺第一位 因為小黃要擺第二位 如果說我們還要學求主宰的話 主宰理論上已經夠大了 這兩張可以再換成更好的牌 可是如果換成純粹的 就是這個 這個15滴血的魚 其實還是有一些是用啦 因為如果換成純粹的 金狂 就是聖盾毒 毒陣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被一些 那個恐怖巨蛇之類的 憨憨死身陣給制裁呀 所以這個15滴血其實還是有點用 就讓我們陣型比較穩啦 因為這個傢伙有嘲諷然後這個又 又會攻擊四次 所以這兩個傢伙 基本上都很容易直接都自己暴斃 就如果說對面放毒在前面的話 然後這張就直接跟毒換掉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遇到阿古斯 我有在想要不要再嘲諷一隻 這樣就這個就比較不會怕毒 可是我們的陣型其實應該有誤導到對面 因為我們是一元素雙野獸 所以對面看到我們雙野獸應該會覺得我們是 其他的東西 打中間被救回來 打 應該看到我雙野獸覺得我是憨兒 然後我中間 那個元素量其實都很低呀 才大概兩個元素而已 都完全猜不到在玩主宰吧 看起來主宰的元素量會超低 所以如果是對面 以後看到元素量很低的人就可以知道對面在玩主宰 對面 對面